1PARC的那個案子 我覺得你還是要有一些黑色對比在 這一個空間是坐在更衣室裡面 所以你會覺得更衣室就是更寬 可是我們把這一塊更 CREATION LARQURE這個比較時尚的品牌 我們有一些圖案要今天一定要定案 讓客人去做挑選 面對全球化的社會趨勢 融合文化 經濟 品味 與經典傳承的生活型態中 人們所追求的住宅已超越視覺所及 而長期致力將設計科學與藝術 融入生活的台灣知名設計師 Ida 張欣怡如何將美學理念 與工程品質落實 同時帶領團隊理解客戶需求 並掌握與世俱進的世界潮流呢 整體的設計案件 它就很像我們在世上界稱的 HODE KUDU 意思就是高級定制服 它需要幾個標準 你才有辦法說它是高定 就如同我們公司強調 我們是做高定的室內設計的空間 那最主要的其實就是要有良好的工藝的團隊 標準作業流程 嚴格的集合標準 加上的就是我們所謂的團隊合作的服務 然後客製化的精神 公司已經開十年了 遇到很多同業的大家交流 就是如果你自己做的時候 你認為自己做到的是一百分 可是當我們是一個團隊的時候 要怎麼樣達成客戶跟管理者 他的共同的共識 仰賴的是精密的SOP 才有辦法把資料還有材料型號 甚至我說了國際標準作業流程 FFM的E這樣子的標準軟裝流程 都把它完善的做好 才能讓我們去回溯這麼大量資料 是完整無誤的 它連帶的其實也是你報價單的製作 要怎麼樣跟你的設計的連動關係 是高緊密的 最基本的你的電線 你的開關插座 你的情境控制要什麼品牌 而它的差異性在哪裡 都要讓客人清楚的了解 你才有辦法製作出一個報價單 它的差異化 溝通就變得很重要 所以我們會用3D Max 製作出高度精密 甚至模擬燈光 你選擇的某一些軟裝的材料 也可以即時的陰到這個3D進去 所以你對於你日後的家 你就不用時時刻刻的都緊張 到底我的開箱的那一天 會長什麼樣子 基本上你的開箱 跟你最後的3D確認 其實都已經很清楚了 我認為對冰芬這個品牌 跟時尚高端品牌其實是很類似的 就是我們除了推出 要花大量服務時間的高級定制服之外 我們其實最大的90%的案子 其實是在高級成一 也就是Ready to Wear這一塊 透過我們有做高級定制服 也就是高端定制室內設計的概念 我們有大量的技術跟材料的累積 還有我們客製化的服務精神 我們導入我們90%的案子 我們可以為布爾喬亞階級 也就是所謂中產階級 提供好的服務 運用一些特殊的材料 做出一個視覺美學 可是可以控制在大家的預算裡面 所謂的高級定制的室內空間 它不一定是坪數要非常的大 我們做香港 泰國這樣子的案子裡面 都是位於在市中心 其實它的整個坪數是非常小的 但是它對工藝的要求是高的 不管是在布料還有軟裝 家具 燈具 甚至是在衣櫃的這種 細節的選擇上面 都是要非常精細 甚至是要找到全世界最top的材料 才有辦法做這樣子的運用 所以對我來說 它其實就是一個尋找的過程 我們永遠都在跟不同的 歐美的品牌做交流 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它就需要團隊的經驗 運用這些材料的時候 你能不能注意到它的特性 你能不能做節點之間的整合 遇到什麼東西 它需要什麼樣子的保養 其實都是非常特殊的 那我們的團隊 就要具備這樣子的相關經驗 才有辦法去了解客戶的需求 跟後續的維養的服務 在Iden豐富經歷的國際事業中 帶領團隊透過缺密分析與系統歸納 強化服務同時 給予客戶足夠安全感 除了對團隊的自我精進之外 又是如何理解業主們的核心價值呢 我在大學教授室內設計的時候 我常常都會提到資本論 就是人一生它有三個資本 一個是經濟 一個是文化 一個是社會資本 而我認為客人把設計交付於我們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在用他的經濟資本 希望換得他日後的空間 可以幫他累積社會還有文化的資本 我們透過軟裝進而在理解這些材料 理解藝術的過程當中 去積累自己一些不同資本 那這個對我來講 是我們除了幫他做室內設計的工程 我覺得最重要的附加價值 每一個人看藝術品的方式都不同 我以一個創作者的角度來看 我不會把我看藝術品的角度 強在在業主身上 重點還是在於說 繽紛是很重視一個空間完成以後 幸福感跟家的感覺 所以在把藝術品介紹給他的時候 他跟他中間會有一個溫度的產生 讓這個空間不再只是一種物質性的空間 而轉化成一種精神性的空間 我希望透過我們不斷的累積經驗 透過SOP 然後再不斷的傳承下去 我們希望做到的其實就是傳承 也就是新進來的員工 他也可以透過我們的教育訓練 以及在我們兵分這個品牌下的舞台 不管我們是做高定或是Ready to Wear 這樣子的概念 他都可以實踐得很好 然後在這裡可以把我們的經驗 複製跟傳承下去 因為客戶他有很多不同海外的需求 尤其是現在不管是投資 或者是全球化的概念 大家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 辦公室啊 住家需要去做設計 我們都可以透過圖面 它的精細的程度 全然的為跨國的室內設計 達到溝通的目的 那我們現在完成的 有香港 曼谷 北京 上海 這樣子的案子 甚至還有新加坡 我們都希望在未來 可以在國際的案子 幫助我們的客戶 可以達到他投資啊 或者是居住的更美好的一個目的 身為台灣設計界領導人物之一的 Idan 張欣怡 對於空間的理解 品質的要求 甚至團隊的教育 以及跨界的整合 接跟著國際潮流與時俱進 建立專屬的系統 透過融合當代藝術 文化 共同創造出最貼近 刻骨心中 對國際感設計的期待 想看更多Idan 張欣怡 設計師的精彩設計 請上網搜尋設計家 委員會 封指 其夢 指 感谢观看